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量很快就破了签 谁料想 评论区的话风却和他所期待的大商敬请 网友们并没有跟着吐槽 反而迫不及待站出来科普 这个机构是为了简化政府机关办事流程 让市民真正享受到便利才成立的 都成为全国典范了 有网友表示 这绝不是所谓的奇葩部门 是梁正大部队进随其后 用精神经历证明 这地方真的挺好的 办身份证的 办医保的 办房产过户的 给孩子办社保 护照的 还要在农村的 发帖的网友随即也明白了状况 不过他还有一点距离 就算最多跑一次改革吧 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但作为一个权力部门 取这种名字难道不滑稽吗 更多人 不会啊 多接地气 毕竟名字无伤大雅 效率才是真金白银 难道非要叫 浙江省行政事务系统融合 其用户体验最优化设计办公室 值流才妥当吗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 最多跑一次 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其实 这项改革已经有一些年头了 公开资料显示 所谓最多跑一次的小目标 是指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 在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时 从受理申请的形成办理结果 全过程只需以此上门或零上门 该理念最早出现在2016年12月的浙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 由省委书记车军进口提出 随后便成为了浙江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责任分解的115项重点工作之首 当然 实践过程中往往不会那么顺利 很多市民都是在网络上质疑 办事的时候仍然需要跑两三次 根本不是最多跑一次吗 去年8月初的最多跑一次 改革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 省编办主任之间联工开诚清道 有的时候不能这么算 比如 明明可以快递送达的 但有的群众为了更安心自愿上门取见 就不算多跑一次 办事前上门咨询 也不算多跑一次 办理材料不齐全的 要从补齐材料以后开始算起 是否实现最多跑一次 不符合办理条件的 收到否定性办理结果的 也算一次办结 而容缺受理 即政府部门对次要条件或手续 有欠缺的事项 先与受理和办理 待材料补齐后 再出去办理结果 但如果通过网络或快递补交 也就不用多跑一次了 一年下来 这项改革在浙江效果斐篮 浙江日报今年3月报道提到 截至2017年年底 浙江全省最多跑一次的实现率和满意率分别达到87.9%和94.7% 如今 最多跑一次服务目标 已为全国多个省份陆续推行 其中更不乏别出新财者 举个例子 沙月初 一位博主发现广东省税务局 新推出了两个二维码展架 上面密密麻麻排满了国家税务总局 各种办税事项的一次性告知 以及广东税务局 最多跑一次清单的二维码图标 足算之下 便有好几百个 广东税务局相关负责人曾介绍着 此只占大的节约那顺人的时间成本 广东税务局最多跑一次清单的二维码展架at 中国流洁 至于从中受益的是你们的心情 或许可以参考一下这位网友